是谁在集市捣乱 这家伙看个老灯气的 抬头纹都皱出来了 没事老灯 我来帮你把他们赶出去 让我看见是哪些捣蛋鬼的欺负老灯呢 可恶居然趁大爷我午休的时间溜进去 大爷我现在就要逮住你们 我怎么是那个老灯啊 没事 俗话说的好 南屯群同欺我老无力 我一拳干非他们二弟弟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我地盘上撒影 你看我不像小手办吗 我看你像PS5 给你装的像个游戏机的 什么玩意在动 美味大葱 还有我的朋友 谁是你朋友 大葱能好吃吗就美味 再说了 建国以后不许觉悟成精 听说过没 还有旁边的大蒜 动什么动 还算我很 生怕我看不见你这个小小蛋鬼是吧 下面的南瓜也别放过 这边还有水果 你这是在跟蛋崽岛的水果 他大爷抢生意啊 阿妈 我困 你困个蛋你困 困了还在捣乱 困住他 我不动 你就发现不了我 我看着很傻吗 还没到你跟前呢 你就说话 可想着你了是不是 还有这个梨 俩闲眼包 来中间露云的地方看看 咋了 大爷 下次我还来 好嘛 那我还没找你俩呢 你俩就暴露了 就这技术还捣蛋呢 来瞧一瞧 看一看了 包好吃的美味臭豆腐 便宜又大碗 让我看看 熏 太熏了 知道熏你还当臭豆腐 你多少是脑子有点问题吧 休闲查试 嗯 这里应该有 你好 哎不是 我还没找呢 你们就主动暴露 怎么 觉得我这传有问题 随后 我就抓了一个贝壳 一只章鱼 还有一只 脚响脚响 逮捷的烧鸡 看得我是直流口水呀 吃完烧鸡还有甜品 吃起来 让人心情愉悦 再来点主食 哎 肚子 这就甜饱了 吃饱了 可惜不是真的 要是真的 我还能吃十份 哦 哦 哦